講完 這裡首先有分general和specific general是對人不對屋 換句話說原來有一種東西 它就是 首先 這裡我們先分開voluntary 和involuntary voluntary即是說 是雙方都已經知道的 換句話說 我們大家去簽一個trusted 和mortgage的時候 即是貸款 我們已經知道有兩個人的簽名 steller buyer 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士大一方不賣的時候 不給錢的時候 它是會lien那間屋 所以它是voluntary 而且它是針對著那間屋 如果那間屋是支付的 你只可以拿我那間屋 我現在希望 屋和三藩市有三間屋 我的trusted 和bank of america 只有三藩市那間屋 它可不可以拿我屋和那間屋 不可以了 這種叫什麼lien 這種是不是voluntary 是voluntary 因為trusted和mortgage 你記得td和m都是 我們整個表 現在我這次這樣講完 你要有能力 默出來 所以你要記起 sequence 首先第一寫了general specific 第二寫了這個 第三寫td和m在這裡 第四 你寫一個叫text lien 那就搞定了 就是用一個最basic的 表的方法 好 text lien是什麼 就是現在呢 uncle sam 他就說你沒有加稅 什麼稅都有 income tax 你有三間屋 三 三藩市 你認為我uncle sam 我會扣你哪間屋 三間都扣三 你現在欠我稅 我三間 原來text lien 記住 它是general 是我針對你個人 是 你想不想別人扣你 不想的 所以逢text lien judgment judgment是什麼 judgment原來就是判決 判決就是我們用一個例子 例如說 你結婚 你要付善養費 你老婆 怎知道你老婆 不知道 沒有 於是 這個judgment 判是屬於你不願意的 說大哥 為什麼不掉頭 她給我 要我給你錢 還有這個是針對你個人 你三間屋 你三間屋 當我們寫了這兩個之後 我們就加了一個叫mechanic lien mechanic lien 我們知道 例如說 我有一間屋 在三環市那間 我叫那個判頭 contractor去做事 怎知道 那個contractor做完之後 他沒有給錢給他的 墨仔 或者他沒有給錢 他的subcontractor 我明明給了他 原來他的墨仔 都告得我 他的墨仔都連到我 他的subcontractor都連到我 但是他是不是連到這麼多間 不是 他只是連到做事那間 所以mechanic lien呢 就是specific 但是我想不想的 我不想的 就是involuntary 那當你這個表 寫得到的時候 那他就會 題目呢 就會這樣問 voluntary general involuntary general voluntary specific involuntary specific 答案就是這樣 好 問你 好 問你 A mechanically 你說 所以應該是誰 所以應該是誰 這個 trus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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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wantary wa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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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gment judgment 是 involuntary general 這一分執行 看完這個表 就執行了 但是呢 關鍵呢 不要這些東西 擺錯位 不要擺錯位 所以下一次 下一堂呢 我要你up出來 我只是說 lien 麻煩你解釋一下 general specific voluntary 那於是時候 你就